近期国内补贴燃油价格上涨 引发民众广泛的关注与担忧 各种服务以及食品行业也间接性的受到影响 那么市场的食品价格如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根据我国财政部数据显示 鉴于全球原油价格走高级印尼顿持续贬值 2022年印尼的能源补贴预算达502万亿顿 约占总支出的16% 病人将继续增加 为应付不断膨胀的能源补贴对财政造成的压力 政府便重新分配燃料补贴 调高燃油价格上涨幅度约30% 燃油价格的突然上调 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交通、生产、服务及食品等行业均受影响 为了进一步了解此次政策给相关行业造成的影响 记者前往雅加达西区的传统市场了解到 自该政策实施以来 目前除了辣椒价格从6万上涨至8万到10万吨一公斤 涨幅度较高之外 其他的食品价格还算稳定 涨幅度并不大 例如红葱13000吨一公斤 鸡蛋30,000吨一公斤 使用油14,000吨一公升等 圣分们各于己见评价不一 他们表示销售量不如从前 希望政府所采取的政策能重重目标 真正的帮助减轻经济底层民众的生活压力 当然肯定都给当下的 我们上涨的色彩 那这个粗糊端的色彩 那些脸预先从水市内 黑色彩的减轻质 如果有助于总裁的安法 除了罢工人员 不是磨合的 他蜡签的酷疑 只要去等会 希望BPN能够下 再托升 我们要些 去比较 没有利害的 但棋的 燃油价格上涨对大部分民众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对此政府将补贴燃油的支出转据增加社会补助 而印尼社会事务部将发放总额达12.96万亿顿现金援助 为贫困民众发放60万现金 符合条件的民众需在社会部Jek Mansos应用程序注册 以获取相关援助 美图新闻记者 庄曼曼 Augustin Lawrence 采访报道 美图新闻记者 庄曼曼 Augustin Lawrence 采访报道